这几天我们节目在陆续关注年底安全防盗的内容 岁末年初不法分子在火车站等公务场所是蠢蠢欲动 趁人多拥挤的时候伸出第三只手 而一些被害者往往是出门在外辛苦了一年的打工者 年末许多在外打工的人都带着辛苦钱回家过年 在陕西宝基打工的谭女士本应该高高兴兴回家过节 却因为一位热心人被留在了派出所 好好的钱怎么就丢了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现场监控的画面 从监控画面中我们看到 这个毛贼真是一路狂奔跌跌撞撞的 这名男子跟谭女士丢的钱有什么关系呢 从警方提供的视频来看 这位男子手里拎着一个深蓝色环保袋 一路冲破工作人员阻挠 穿过后车室安检口车站广场 原来这就是那位好心要帮谭女士拎包的热心人 帮忙是假 抢劫是真 保际车站派出所的民警五分钟后 在车站附近的小巷子里将犯罪嫌疑人赵某抓获 为了逃避责任 赵某在逃跑中已经将赃物丢弃 看来以后出门要多加小心 这突如其来的热心人了 随后民警方谭女士买了另一趟回家的车票 并告诫她以后乘车随身少贷现金 警方对嫌疑人进行进一步处理 并继续追查谭女士丢失物品下落 感谢观看